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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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何旺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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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准备好了吗 我要对亚军发起冲击了 最后一期了嘛 然后我非常荣幸地成为一名脱口演员 小的时候根本没想过能干这个 小的时候老实问 长大了想干什么呀 大家都想成为科学家 发明家 天文学家 轮到我 我说我想成家 二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都没有实现各自的梦想 但他们都实现了我的梦想 有的人甚至还实现了两次 当然那会儿也有其他的答案 就那董事长同学主动站起来说 老师 我长大了 想当一名教师 成为像您一样优秀的人 我心想这小子就是 有道长老师的天赋 当时就教会了我做人 小时候有两个梦想嘛 第一就是当宇航员 第二就是当小卖部的老板 因为你上课刚幻想完什么火星 土星 金星 谁的引力更大 下课之后就发现 引力最大的还是小卖部 小科学家小宇航员 全给吸进去了 小天文学家还说呢 你看这个辣条 真是辣的人 眼貌金星呀 后来长大了就得找工作嘛 我的第一份工作 跟卫星还是有点关系的 电话销售 卖保险 也就是在那会儿我发现 我有当喜剧演员的天赋 因为每次打电话 基本上就那么几句话 你好 人生常有苦难 别让自己留有遗憾 我们的保险与您相伴 非常期盼 一般第四季说到一半 他就挂了 我心想我说了个啥呀 三句半 我们那会儿培训 最重要的一句就是 结尾一定要说一句 祝您生活愉快 但没有人有耐心听完 我耗面子 对方挂了 我还在那对着空气继续演 我说明天下午联系吧 上午我比较忙 祝您生活愉快 然后同事都跑过来问我 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为什么我说就没有人听呀 我说诀窍就是 你不要太把客户当回事 你就当他们不存在 培训的时候 老员工跟我说 电话销售 没有技巧 就是硬着头皮打电话 拒绝了你还打 拒绝了你还打 我一听啊 骚扰电话呀 我可太擅长了 上学的时候 我给你同学打个电话 哪怕就是正常问个作业 他都会说 我有喜欢的人 你不要再骚扰我了 但骚扰电话这个 我只擅长骚扰 并不擅长电话 有次打了打了 客户突然问 那你给我介绍一下 你们都有什么业务吧 我一下就不会了 我说 我是新来的 我现在只学会了骚扰 就挂了 他又打了过来 我说你不要再骚扰我了 我给不了你想要的 当然做这个工作 内心很矛盾 因为在我听来 对方说我不需要 就是明确地拒绝 但领导说 客户说他不需要 但其实他需要 你只要连打三次 他的想法就会改变的 领导说得没错 打到第三次的时候 确实他不说我不需要了 他开始骂人 你要不要脸 我说我不需要 我干电话销售那会儿 几乎天天挨骂 而且公司对我们 每个月的通话时长 还有考核 时长越长 奖金又越多 玩不成的话就扣钱 扣了一个月的钱 我心里就开始扭曲了 我经常就是一边被骂 一边又舍不得挂电话 他一骂我 我赶紧呛他一句 有本事你再说一遍 他说你是不是有病呀 我说那你具体就说 到底有什么病呀 后来我身体就寄了一个 爱骂人 还爱接电话的手机号码 只要通话时长不够了 就给他打电话 越打越气 越气时间越长 当时那一串手机号码 就是我最早的财富密码 而且你以前被骂了 也不敢跟领导说 你跟领导说 领导只会再骂你一遍 你现在被骂了 你跟李淡说 你说哥我前两天被骂了 哥我前两天被骂了 李淡根本听不到 因为骂他的声音太大了 他顾不过来 最后呢 我也很感谢电话销售那个职业 不需要我 我才有机会站在这里 虚虚叨叨地讲这么多 还没有人打断我 谢谢你们愿意听我讲完最后一句 祝你们生活愉快 我是何广志 帅 谢谢 大好我是广志 谢谢 你们也很帅 也很帅 我最近有一个感觉是 我觉得现在谈恋爱的人很少 但是喜欢看别人谈恋爱的人很多 前两天我跟公司的一个女同事 穿了一件很像的衣服 然后周围的同事就开始起哄 哎呦 情侣装磕到了 磕到了 我都懒得跟他们解释 两个人约好的才叫情侣装 我们这个只能叫缘分 还没说呢 女同事就极力否认 不一样不一样 我穿的这个是短袖 她穿的是秋衣 就整得我也很尴尬 我俩的衣服明明都不在一个季节 就硬磕 我俩的衣服一个在秋天 一个在夏天 磕完气氛冷得像冬天 只有我觉得这好像是我的春天 以前上学的时候 我也磕 我磕我自己和我喜欢的女孩 才毕业绕的那天 我走过去跟她说 你看咱俩穿的一样 真般配 她说这不叫般配 这叫般服 照你这么说 咱们班谁跟谁都配 那照你这么说 我跟你是不是也配呀 她肯定了我 你也配 说完转身就跑了 路都没看 撞到门上了 我心想 这下你也磕到了吧 那个时候还比较单纯 我现在有一个感觉是 好像现在爱情的催化剂 到处都是 就比如说跟朋友 去露天的地方吃饭 总会有个卖花的阿姨 跑过来 给你的女朋友买一朵花吧 我特别讨厌这事 因为一桌男生 阿姨从来没有问到过我头上 可能阿姨觉得 光是这一朵花 应该帮不上她的忙吧 我能理解 因为在一桌男生面前 我确实 最不像有女朋友的 但有一次 我跟一个女生单独吃饭 我心想 这下没有别的选择了吧 阿姨选择了绕开 这有点误人了吧 转念一想 她如果走过来说 来 给你的女朋友买一朵花吧 女生就会觉得 这有一点侮辱人了吧 很生气 我只能主动说 我要买花 阿姨说 你买花送给别人的女朋友 不合适吧 这个花是卖得很贵 但阿姨也不是什么 当钱都挣的 就还有的时候 你去逛个书店 也可以看到很多 教人谈恋爱的书 什么 如何快速追到女生 还有七天让女生倒追你 两本书 我都买了 我就是要让他们无路可逃 但你看过就知道 那种书没啥用 一看就是理工直男写的 因为一本恋爱书籍 你翻开 看不到一丝的浪漫 全是各种数据 0.6米更容易来电 约女生的画术 列了一个树状图 越看越熟悉 我感觉这不是恋爱书籍 跟我那会流水先生的 车床操作手册一样 这玩意别说追女生了 当时追生产进度都费劲 这种场合还有很多 比如说夜店 我之前没有去过 就听他们描述那个场景 酒精 音乐 荷尔蒙 最主要的是灯光昏暗 一听就特别适合 我这种小明星 谈一场见不得光的恋爱 我之前没去呢 是觉得我自己 不适合那种地方 我觉得那种地方 必须得是 事业有成的人才能去的 就现在我这个事业 不得不去了 我 时尚先生 坐拥72屏大house 黑暗中还有一点像周杰伦 黑暗中 真的 别说蹦迪了 我现在走路都蹦着走 骑电动车过减速带 我都不减速 都蹦得可高了 那种环境是很暧昧 但大家去的时候 一定要穿点贵的衣服去 就千万不要穿 你从网上买的什么 2022潮南秋季必备套装 因为你在里面 很容易遇到 另外一个潮南 我就遇到了 我抬头一看 突然感觉 我的这个潮流 小众男装 好像不小众了 很尴尬 我俩都想回头确认 但眼神又不敢 发声交汇 我心想 这里果然很暧昧 当时我穿着秋衣 大哥穿着同款的短袖 我俩一个在秋天 一个在夏天 都开不起卡座 只能相遇在舞池里 共同寻找彼此的春天 当时 不管舞池的音乐 多么劲爆 就感觉我俩的BGM 永远都是 春天在哪里呀 春天在哪里 扭头一看 春天在哪 开不起的卡座里 当然那天也不是 完全没有收获 我还是加到了一个微信 走的时候还说哪去 以后要常联系哦 再有小众男装 记得店铺分享给我哦 小众多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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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周恩智 谢谢 谢谢 刚刚介绍了这个哲学的洗礼 咱们来点没有文化的 最近写不出来的稿 压力特别的大 朋友们叫我出海玩 我也没有心情去 他说来吧 海水可干净了 我说海水再干净 也没有我的稿子干净呀 他说你不出来 在家里憋着也写不出来 还不如出来看看 我说我在家里写不出来 至少不会跳海 当然现在压力再大 也没有我刚到上海的时候压力大 生活成本太高了 有一次我的脸过敏 就去药店买那个红霉素软膏 我们老家都卖一块钱一管 我进去之后 医生跟我说 三十九块九 这么大一管 比我小时候的大十倍 我说怎么 我长大了 他也长大了 这该不会是 红霉素的家长吧 觉得太贵了 我就问医生 我说你看 我这个脸也不大 能不能散卖呀 医生说还想散卖 你脸怎么那么大呀 我看你这个脸 我想贱卖 我就犹豫着想走 医生说你别犹豫了 快买吧 从你进门之后 你的脸越来越红了 再不买 红霉素可能就治不了了 但其实医生不知道 我后来脸红 不是因为过敏 只是因为窘迫和尴尬 我那会就明白 为什么人在窘迫的时候 会脸红 那是生活打了你一巴掌 这么窘迫呢 是因为我那会没有工作 那个时候可以说 脱口秀就是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呢 就全靠之前的积蓄维持着 有一天 看了一眼积蓄 感觉应该活不长了 为了延长我的脱口秀生命 我把每天活着的成本 压缩到三十几块钱 演出完 根本不敢打车回家 打车回家 虽然可以节省一个小时的时间 但会浪费三天生命 不敢乱花钱 甚至有一次 我跟一个喜欢的女生 一块逛街 你们也太没有见过世面了 逛街 就逛街嘛 夏天 热的都不行了 我就冲进便利店 拿了两块雪糕 准备降降温 一问店员 一块三十八 降温效果确实好 听完 我后背发凉 但那个时候 我太穷了 当着女生的面 我跟店员说 我们不要了 气氛直接就降到了冰点 说完就感觉 我耳边环绕着一个声音 你是不要雪糕了 还是不要爱情了 还是不要脸了 我说我都不要了 我要活着 然后我就放回去了 跟那块雪糕 一块放回去的 还有我那张滚烫的脸 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 我那张脸就丢在了 中山北路 那家便利店的冰柜里 直到后来 我入职了效果 发了第一笔工资 我觉得是时候 把那张脸赎回来了 打车去到那家便利店 那是一个冬天 我顶着刺骨的寒风 冲进去 拿了一块雪糕 我都没问价 结账 他说58 我说 这个怎么数晚了 还有利息是吗 当时就后悔了 冲动了 今天就不应该打车来的 最后还是买了 为了多享受一会儿 小人得志的快乐 那个雪糕 我都舍不得吃 当时怎么说呢 就是捧在手里 怕话了 含在嘴里 怕话了 当时就是怕话了 握着冲凉的雪糕 感受到的全是生活的温暖 当时在寒风中 我举着雪糕大喊 失去的我一定会拿回来 何广志 从此你也拥有了生活的话语拳 说完 咬了一口 把嘴沾上了 寒风中 我身体的温度 再一次降到了冰点 那会儿压力很大 很多人都会选择 养殖宠物 来陪伴自己 我去宠物店 看了一眼价格 发现 唯一能买起的 就是豆猫棒 压力更大了 当时看那个豆猫棒 我都心动了 我说这个豆猫棒 好像也能缓解压力 到时就有一种感觉是 我不配养宠物 就那宠物店的宠物 住得比我都好 他们都是单肩 独立猫沙盆 我还得每天跟室友抢厕所 我有感觉 他们如果谁跟了我 得多倒霉呀 店员还跟我介绍呢 说这个猫就是可爱 这个猫呢聪明 这个猫呢就是活泼 我说 就有没有那种 能吃苦的呀 心里素质好的 能接受猫生大起大落 还能自己抓老鼠的 朋友说不行 你可以养一只流浪猫 但流浪猫 他们也不跟我走 因为吃得比我好 就每天会有人 投喂他们猫粮 我带着吃剩的麻辣烫去 刚放在地上 就被阿姨拦住了 是垃圾扔在那一边 我感觉就算是我 带回去看一眼 他们第二天也得跑路 走的时候 可能还得说哪去 我倒不是多么热爱自由 我们流浪猫吃不了这个苦 好在流浪猫吃不了的苦 我能吃 谢谢大家 我会放这 谢谢 大家好 我会放这 谢谢 谢谢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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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 我知道 谢谢 谢谢 知道 知道 最近刚发的新专辑 可以去听一听 在分控的前一个月 我租了一个巨大的房子 足足72平 就是现在想想 那可能是我租过 就是最值的一个房子 每天就在家里躺着 就没有出过门 都值麻了 我当时呢 是和一个做生意的老板 同时看上的那个房子 老板呢 出的钱比我多 但前提是得先算一挂 就如果风水好的话 他甚至可以加钱 房东是这么跟我说的 我说 哥 你说的那个不叫算卦 那个叫画饼 房东说 没办法嘛 他生意人 他就是信这个 我说 哥你要这样说的话 我也信 就如果算出来 他不要的话 我也不要了 房东一琢磨 好像是这么回事 就低价租给了我 然后在我签合同的时候 那个大哥打过来电话 说可以多出一千块钱 我那房东人特别好 当时就给他拒绝了 然后都签完合同了 那个大哥还不死心 又打过来电话 说可以再多出五百 当时 别说房东了 我都心动了 我说哥不行 这个价格 我租给他吧 我那个房子不光大 而且是新装修的 就是又大又新 就我刚一搬进去 就立马邀请了一些 就是贫穷的朋友 去我家里玩 带他们在我们家 就是逛了一圈之后 就你听我这个用词 就逛了一圈 就以前我们家 别说逛了 翻个白眼 就全看到了 我租的第一个房子 真的特别地小 它小到什么程度 就你每次推门进去之后 那个床和桌子 椅子 柜子 就把整个空间 都给塞满了 我当时就感觉 我住在了一套 蹊跷板里面 有一次我给家里 调整了一下布局 我进不去了 很屈辱 所以现在每次有人问我 为什么一个人 住要租那么大的房子的时候 我都会说 我要把我当时住在郊区 丢失的尊严给找回来 就我现在住的是两室嘛 就一个卧室住我 另一个卧室住我的尊严 然后我朋友在我们家 逛了一圈之后呢 说不行 他说你这房子 刚装修的 屋里有甲醛 我刚进来一会儿 我鼻子就开始酸 我心想知道你酸的是甲醛吗 我当时觉得他就是在酸我 结果到了第二天 我也开始鼻子酸 然后就赶紧去网上搜了一些 出甲醛的方法 就是买了碳包 也放了绿植 还叫了一些 肺活量大的朋友去家里玩 给忽兰发微信 你叫上王建国 给你吃得干干净净 把他们都叫来家里之后 先一人发一个健身环 先玩着 等他们玩得呼吃带喘的 再在他们参观 这个是房东新打的衣柜 趁着新鲜 多看两眼 他们说广志 你是不是没见过衣柜呀 我说不一样 我这个衣柜 谁看谁迷糊 下来下来下来 逛了一圈 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人都快没有反应了 只能眯着眼睛问 你这屋里是不是有甲醛呀 我说没事 就快没有了 但其实你们不知道 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 其实是很累的 你看我们家有一个 巨大的阳台 特别适合一个人 悲伤的时候 在那里缓解一下情绪 我为了不浪费房租 每天会尽量出时间 让自己悲伤一会儿 有一次 憋了很久 终于悲伤了 特别高兴 赶紧抬头冲向阳台 结果发现 从卧室到阳台 有足足八米 房子这么大 悲伤不起来呀 在路上就治愈了 太厉害了 我一直觉得我的房子很大 直到有一天 我重新认识了这个房子 那天叫了好多朋友 去我们家喝酒 李旦也去了 李旦进门之后 第一句话 广志 房子挺小 人很热情呀 我当时就想 我也没让谁站着呀 虽然有一点挤 但是每一个人都坐下来呀 李旦说人事都坐下来 但是坐下之后 站不起来了呀 他说一个真正的house 你叫人来喝酒 你得是能走动的里边 你得是能蹦 能跳 我说哥 你说的那个叫 Lewhouse 那一刻我就发现 我跟李旦对房子大的理解 还是不一样的 我现在可能还是那种地铁的心态 就比如我看着沙发上 那一排我的朋友们 我就总有个感觉 就是那个沙发 挤挤还能上 李旦呢 可能是那种商务舱 看经济舱的心态 就李旦看着沙发上那一群人 他的感觉是 他们的人虽然坐下来 但他们的尊严还在站着 感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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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何旺志 谢谢 谢谢 帅 帅啊 我知道 我知道 谢谢 我们最近在比赛嘛 就是压力特别的大 因为你们也知道 就是去年一年 我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了时尚这一块 频繁地参加时尚活动 到处模仿周杰伦 靠着杰伦都快要挤进娱乐圈了 现在全网最害怕杰伦 他防的人就是我 真的 前段时间好多人 催杰伦的专辑 都催到我这儿来了 爱他我 让我抓紧写歌吧 我也没想到 讲了这么多头 我就攒了一批歌迷 所以说 当新专辑出来的时候 我比任何人都开心 就是我 啥也没有干 但却有了最伟大的作品 去年 我甚至还走了红毯 我当时接到邀请的 第一反应就是 哇 这红毯真好 后来听说 还邀请了智盛 这红毯真好 这红毯上面 再有个门槛就更好了 那么把我俩都卡出去了吧 然后我跟智盛 在那个活动里面 一块出现 观众看到我们之后 都大喊 陆寒 周杰伦 然后所有的摄像大哥 就把镜头转向了我们 看见我们两个祸 一脸疑惑 我是耳朵有问题 还是眼睛有问题 我当时就感觉 我俩不是什么喜剧门神 我俩就是诈骗兄弟 但其实你们可能不知道 就是我俩在时尚活动里面 其实可显眼了 当然不是说我们打扮的时尚 是我们太土了 就是你在普通人堆里面 是不显眼的 但是在那些明星里面 你的普通就会特别的耀眼 就感觉我们的土 轻轻的一挥洒 就掩埋了所有人的时尚 我虽然长得像杰伦 但是我唱歌剧难听 我唱歌有多难听 就如果我在节目里面 唱杰伦的歌的话 甚至都不侵犯人家的版权 但我周围的朋友都说 我都说 哎 广志 如果你唱歌好听就好了 白瞎这张脸了 我觉得这个要求太苛刻了 就如果我既长得像 又唱歌好听的话 那不就是真的杰伦了吗 你天天在我身边 我也没要求 你长得像昆凌呀 我其实是那个侧脸 侧脸更像杰伦嘛 对 侧脸 我是怎么知道这个事的 因为我发现我在公司 每次用侧脸 跟我的同事对话的时候 我的要求一般都会得到满足 他们说那种感受你不懂 你真的很难拒绝 你少年时代的偶像 翘着二郎腿对你说 中午我不想吃黄焖鸡 我想吃肉夹馍 自从有了这个发现之后 我就特别想让杰伦 替我跟我的老板聊一聊 涨工资的事 我现在进我们董事长的办公室 我都是侧着进 然后进去之后 看见董事长在埋头签字 这个时候我就会靠近他 哎呦 不错哦 在办公室舒汉立 仿前朝的飘逸呢 这时候董事长就会抬头看我 广志 你是不是又觉得 自己像杰伦了呀 那你看看你像不像窗外的麻雀 在电线杆上多嘴 其实去年除了时尚活动呢 我还多了很多酒局 但我又不会跟人社交 很难受呢 就碰到那种自来熟的 就是 哎 广志 我老婆特别喜欢你 我也不知道说啥 我总不能说 我也特别喜欢你老婆 不光是陌生人 就是我的好朋友 有时候他们一聊 聊一些篮球的话题的时候 我也完全融入不进去 因为我平时不看篮球 经常就是上一秒还聊得好好的 就突然来一句 塔图姆第四节又掉链子了 我完全听不懂 我心想 那要不给他捡起来呀 那种氛围我也融入不了 你也是勇士的球迷 我也是勇士的球迷 我们就是一辈子的好兄弟 我心想 这是这么快吗 当时我又明白 为什么桃园三节夜的时候 刘关张关系那么好了 很可能就是因为刘备 在那个大街上喊了一句 你们也是勇士的球迷吗 关羽说 吴三年有余 张飞在旁边 俺也一样 一般这种局呢 聊到最后 就是他们约着去打球去了 然后最后剩下我 和角落里的另外一个同事 四目相对 我说哥 你刚刚是不是也没有听懂 但是我懂你 你也没听懂 我也没听懂 我们就是一辈子的好兄弟 小人哥谢谢你们 谢谢 今天到了这个主题赛了嘛 然后今天呢 所以我就打算 跟大家聊一聊 我今年的这个感情生活 我今年的这个感情 怎么说呢 就是跟往年一样 我们的主题是 躺和卷怎么选 在感情上 我现在是卷也卷不过 躺的话 又不甘心一个人躺 我觉得没有谈过恋爱 这个事不能赖我 大家有没有感觉 这两年网上 好看的女生越来越多 就是他们已经好看到 影响我的生活了 就看完他们 导致我找对象的眼光 越来越高 跟你们形容一下 我未来女朋友的样子吧 身材火辣 肤白貌美 能歌善舞 厨艺高超 我朋友听完之后说 我觉得还差一点 还差一个双目失明 不瞎的话 凭什么看上你呀 所以我现在找对象就很难 因为一个人 在双目失明的同时 很难处以高超 还有一个原因是 我平时接触到的 全是一帮直男 就比如我跟他们说 我没有谈过恋爱 因为我不咋会跟女生沟通 他们说 那没事 那我给你介绍一个 给你介绍一个课程 叫沟通的艺术 我说我没有对象 你不得给我介绍对象吗 你给我介绍艺术干什么呀 你得给我介绍艺人呀 开玩笑了 开玩笑 他说受之隐喻 不如受之隐喻 就是从根本上 替你解决问题 我说从根本上 替我解决问题 是不是还得给我 介绍一个整形医院呀 你看看 广志这个人 最大的优点 就是有自知之明 我说哥 你这个沟通风格 是从那个艺术里面 学的吗 如果是少学一点吧 学艺之前 先学做人吧 好不容易 公司组织团建 去迪士尼 全公司的女生都去了 结果刚进了园区 这帮直男 就给我拉走 单独行动了 理由是 女生走得太慢了 我都懵了 她们走得还慢吗 那为什么我追了26年 一个都没追上呀 我就问 咱走这么快 干什么呀 把我带到了旋转木马面前 已经做了攻略了 这个点做 人少 我崩溃了 受我鱼 你倒是把我 往鱼塘里带呀 我学了一整天 沟通的艺术 沟通的第一个对象 是马 然后一群标形大汉 就开始做旋转木马 人均200多斤 长得有人高马大的 还有人高匹马大的 把那个小马给骑的呀 当时 坐上去之后 都看不见马了 老远一看 两块肥肉夹着一根根 在那里绕 跟烤串一样 别的马都是在上升下降 它那个马 你就感觉一直在下降 下降下降 把马都快撸下来了 我说你赶紧下来吧 我本来幻想的 这是弥漫着荷尔蒙 现在被你整的 全是自然味 后来可算是找到机会了 花车游行的时候 全员的人都去看了 我说咱是不是也该去了 对 咱是去开牌海盗船了 因为这会儿没人排了 排的时候 记得用手机 再排一个雷鸣山漂流 这样等会儿 两边就都能玩 我都气笑了 这帮直男玩得挺刺激呀 一个女生都没有 愣是给我玩出了 脚踏两只船的感觉 确实像我这种太久不谈恋爱的话 就会给人一种感觉是 这个人特别渴望恋爱 就比如去年杨蒙恩在节目里面求婚的时候 不是好多人都哭了吗 我也哭了 杨丽磅礴哭 弹幕都刷 他俩被感动了 镜头转向我 何广志留下了羡慕的泪水 我不至于羡慕到哭了 我当时也是感动 就是果然讲脱骨秀 可以找到女朋友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 小北凑过来跟我说 俩人真不容易 在杨蒙恩讲脱骨秀之前 俩人就在一起了 我当时感动的就哭了 眼泪流进了嘴里 又苦又咸 这也算是尝到了爱情的味道吧 虽然没有谈过恋爱 但是好在我把这些都写成了段子 哪里有天才 我只是把别人约女生 喝咖啡的功夫 都用在那写稿上 我竟然就是要卷死各位啊 谢谢你们的合奖这些 不好意思 这两年发生的事太多了 导致去年我在高速上出了个车祸 我都快不记得了 当时是 那天是我刚从杭州 参加完一个时尚活动 回上海 追尾了 就腿磕到了一点 当时摸着我的腿 我就在想 这是不是我红毯走得太多了 遭天浅了 感觉策划这场车祸的 不是命运之神 是时尚之神 让这小子知道 这条路不是有腿就能走的 当时是对方追尾的我们 但我是那种特别怕事的人 我看到那个大哥 气势汹汹地走过来 怎么开的车 我直接就道歉了 我说不好意思大哥 是我们开得太慢了 耽误你超速了 说话间 大哥把我认出来了 说 哎 你是不是那个何广志呀 哎呦呦 这追尾追的 还追了个星 很热情 最后大哥还让我给他签个名 我没签 因为我怕他那个白纸翻过来 是责任认定书 那天之后我就决定 我以后不能再当一个老实人了 就因为我好说话 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困扰 比如我的朋友 找我借钱 我也不会拒绝 但我也不全借给他们 我会选择借给他们一半 后来他们就发现这个规律了 现在找我借钱 不说数了 他说他要干啥 他跟我说 他说 嗯 借钱去健身 我也没有办法 我只能跟他说 哎呀 这个我最近手头也有点紧 你要不就先只练腿吧 我开始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健身 后来我明白了 他越练越壮 练着练着 我不敢找他还钱了 再这么练下去 都不用借了 可以直接抢我的钱 由于长得老实呢 在人群中 我还经常被问路 甚至有一次 我就是去人群中问路的 都被一个阿姨拽着 哎 小伙子 七号线怎么走呀 我说阿姨 这个 我去帮你问一下 朋友说被问路 就是因为我这个面相 看上去就是那种 我会拒绝的人 我说那我这个面相 看上去也不像认识路的呀 就这张脸除了老实 更多的是迷茫呀 就一天问我好几次 七号线怎么走 我不知道就很自责 我就特别想冲上去跟他说 我说我知道八号线怎么走 你想不想问呀 就是我能理解他们 为什么问我 因为我就是不知道 也不会瞎指嘛 我就真的亲眼见到过一个大哥 同一个地点 他先后给四个人 指了四个方向 也不能说啥 因为大哥那天 至少帮助了其中一个人 我因为长得老实嘛 还经常被插队 我前几年坐火车 排队取票嘛 那个队伍就很长 就挡住过道了 然后就会有人想 从中间借过一下 基本上都是从我这里借 更有甚者 他借过借过借完 他不过 就直接站在我面前了 就那个时候 只要有人插队 基本上都会选择我这 就感觉他们看见了我 就像是看见了 这个工序良宿的漏洞 快来插队呀 这里有一个人性的缺口 每个人插队的理由 也都是一样的 不好意思 我赶时间 我就不理解 为什么每一个赶时间的人 他的时间 都是刚好卡在我前面 就合适了 所以长相的问题 我长得就那么正点吗 有时候点外卖 那个商家犯的错误 我也不会拒绝 上次我点了个蔬菜沙拉 拿到的时候 订单上面贴了一个爱心便签 上面写着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哦 我一直都在关心着你 我打开之后 老板忘放酱了 我心想 这是真关心我呀 这是怕我胖呀 平时这种事 我都不打电话 因为也能吃饱 倒不是说我饭量小 别人除了吃饭 我还吃了一个哑巴亏嘛 就是一般少送的时候 我都会劝自己 哎呀 就这样吃吧 但是这个蔬菜沙拉没有酱 很难就这样吃呀 我就鼓起勇气 打过电话去 讨个说法 结果说着说着 我自己给自己劝住了 我说老板 好像少送了份酱吧 但是你现在送过来 也确实太远了 给我退钱的话 也确实不值当的 老板说 那你想干啥 我说我就是想提醒你一下 再忙也要记得送酱哦 最后啊 关于我不会拒绝这个事 我想说一点就是 希望大家千万不要来追我 因为我不会拒绝 为什么来这么一句 听懂了吗 千万不要来追我 谢谢 我是果王志 谢谢你们 大家好 我是果王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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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有今天 应该有一些观众认识我 因为去年我也参加了这个节目 就去年我在节目里面 讲了很多 关于我自己特别贫穷的段子 对 其实关于我自己贫穷的段子 还没有讲完就被淘汰了 就现在回想起来 就特别的遗憾 因为我已经挣到钱了 但是我的消费习惯还是没有变 我前一段时间去一个度假区演出 当时在那边玩得特别的开心 就是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玩得那么开心过 因为不用花钱 然后我走的时候还把他们给我的那个消费卡 找了一个超市 把里面的钱刷干净又走的 结账的时候还被店员给认出来了 他说 哎 你是不是那个讲脱口秀的呀 当时盯着那个鱼额 我就特别的尴尬 我说对对对 是是是 我叫杨孟恩 所以在那边演出 观众的反应让我觉得 好像大家平时工作压力都特别的大 因为我们发现 就是每到周末的时候 他就会比平时周中的时候好演 尤其是那个周五场 周五的观众那个氛围 你们可能是没有见过 就是每到周五的时候 观众那个氛围 你就感觉是 都不用我们演员讲 他们自己就会笑 就周五的观众 他们坐在台下的感受是这样的 就感觉是 哎 他们这个演出虽然很垮 但是我明天就不用上班了呀 发自内心的愉快呢 然后其次好演的就是那个周日场 周日的观众也特别的好演 他们的感受是这样的 就感觉是 如果再不笑的话 就来不及了 就我觉得周一的观众 难演这个事情 他也不能来观众 可能就因为周一嘛 大家确实第一天上班 比较疲惫 就生活还看不到什么希望那种人 就周一的观众 他来了之后 他永远不笑 他永远就是搭了个脸 看着你 你这么看着 永远就搭了个脸 就是看着你 有时候你就感觉 周一的观众他来 他不是来看演出的 他来他就是报复社会来了 我今天我就让这帮透口演员 知道知道 什么叫做生活 没有必要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演出是这样 就有一次我们演出结束之后 有一个从北京来的大姐 她看完我们的演出之后 在剧场门口就娃娃地哭 周围的人就劝她 问她为什么 她说她明明上一秒还在笑得那么开心 她一想到明天就要回北京上班了 然后整个人就崩溃了 就娃娃地哭 就第二天我听到这个事的时候 我还挺心酸的 我当时就觉得 我们好残忍呀 给了她那么多的快乐 好像越美的东西 对这个世界来讲就越残忍 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突然意识到 我可真是一朵带刺的玫瑰呀 我的天哪 人也是一样 越美的人对这个世界来讲就越残忍 真的我现在每次走在大街上 我只要但凡看到一个特别美的美女 我的第一反应都会是 她这一生她得拒绝多少像我这样的人 就她得拒绝多少追求她的男人 给别人造成主要的伤害 我现在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还是我们这些丑直男 因为我们这些丑直男 伤害这个世界的方式 顶多就只能是发自拍 恶心你们 或者是去追一个我们配不上的女生 让对方怀疑自己 连她也能追我妈 我现在觉得舔狗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光 你们有人当过舔狗吗 都不承认是吧 就是 我为一个朋友 因为我可以顺便进几道名文了 接下来就吃个面了 但是很多年长 然后我最近发现 她就会加很多女生的微信 然后几乎每个女生的朋友下面 都会有她的点赞跟评论 当然你们也不要问我是怎么发现的 然后有人就问我 说 广志呀 我这种行为算不算是海王呀 我说海王 她是那种长得帅的 到处撩人才叫海王 你这种到处舔人的呀 她只能叫海狗 从她身上我就发现了一种 快乐当舔狗的方法 就当你被一个喜欢的人拒绝的时候 你心里肯定会特别的难受嘛 但是当你被很多人拒绝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她的痛苦就对冲了 就是你不会觉得难受 你只会觉得 拒绝我的人多了 你又算是个什么东西 哎呀 我的妈呀 你顶多只是不搭理我 人家都让我滚 相比之下 还是你对我好 但是前排男生开始鼓掌 非常很有共鸣 扎男的恋爱观就是各取所需 舔狗的恋爱观就是天道抽筋 但我建议大家不要当舔狗 也不要当扎男 像我一样 所以我带刺的玫瑰 现在我是何广志 谢谢你们 大家好 我是广志 谢谢 谢谢 有没有观众还好帅 来了一个盲人 所以在比赛嘛 压力就特别的大 然后前两天回一趟家 回家之后遇到了一个 特别魔幻的事情 因为我一直觉得 我们节目是一个 非常有文化的节目嘛 但没想到我奶奶 八十多了 没有上过学 天天看我们节目 就我这次回家跟我说 我现在天天看你们的节目 我觉得你们讲的那些段子呀 都特别的有文化 我说奶奶 您骂人还挺脏的 确实没少看 我奶奶看完节目之后 她就知道我是做什么工作了嘛 但我现在每次回家 不变的是 她还是会催我赶紧谈恋爱结婚 我又会实在没有办法 我就跟我奶奶说 我说奶奶 我现在是一个爱豆 爱豆不能谈恋爱 我奶奶说 你别骗我 他们谈的恋爱还少吗 我奶奶真的看我们节目 最魔幻的是 她竟然还是杨丽的粉丝 一个山东老太太 喜欢杨丽的段子 我当时就特别的震惊 我就想 我奶奶该不会是要上桌吃饭了吧 我那段节奏我觉得还是很好 开玩笑开玩笑 首先这些陋西早就没有了 其次就是我奶奶 说完她喜欢杨丽之后 接着又问了我一句 杨丽今年多大呀 我说啊 我说那个比我大四岁 我奶奶说啊 大四岁 啊 大一点好 大一点会疼人 就别人都是喜欢 杨丽会骂人 我奶奶喜欢杨丽会疼人 就确实杨丽骂人可疼了 我们这次主题是恋爱嘛 我没有谈过恋爱 我分析原因是这样 有两个 第一就是我发现 我只喜欢不喜欢我的人 但最近不喜欢我的人太多了 我有点喜欢不过来了 都快成海王了 第二个原因就是 我很容易遭到一些打击 变得不自信 你们看我今天这个打扮 也看得出来 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我最近在走这个时尚路线 真的我为了提升自己的形象 真的去买了一些潮牌 然后去的时候 为了让我自己看上去 是经常消费这种品牌的样子 还故意专门穿了一件 那个品牌的衣服 然后再去逛那个品牌的店 结果进去之后 直接就被当成了店员 最让我生气的是 我被当成店员的时候 裤子和鞋还印着 其他品牌的logo 就你们穿两个品牌的衣服 有个人感觉是 这个人就是喜欢混搭 我穿两个品牌的衣服 就给人感觉是 这个人 他打两份工 我很难通过买衣服获得自信 我这个人太不擅长买衣服了 我经常买衣服的时候 就是在店里面试着是合适的 觉得这也太好看了 一阳千玺 回到家再照顾的一看 张柏阳 时间长了 就导致我现在每次打开衣柜之后 都会发出一种感慨 就是怎么这世界上丑的衣服 都让我一个人给买了 你们也买一点 又被踩上了 后来 后来我明白为什么其他人都不买了 因为我发现他们都下载了小红书APP 来小红书APP 不仅有时尚 还有男生喜欢的游戏运动 幽默各种生活方式 不得不说这种既时尚又幽默的APP 就撞到我的枪口上了 我虽然没有谈过恋爱 但我现在特别爱看恋爱综艺 那种感觉就跟上学的时候是一样的 就班里有人送个情书 你也要跟着去 就自己谈不上恋爱 就爱跟着掺和 我从小就特别爱掺和这事 如果有人要去隔壁班送个情书的话 我就站出来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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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去 我跑得快 十分钟能送三趟 我跟着你去 我帮你看着他们班主任 那时候老师经常说 爱是克制不是放肆 但是当时的我来讲 爱是放风 如果说爱情是一场游戏的话 我就是里面的NPC 我也是特别渴望爱情的 我觉得甜甜的恋爱 可以抵御生活中所有的苦 所以我现在特别想在 比赛期间去谈一场恋爱 因为我打算在情场跟赛场之间 做一个风险对冲 就如果恋爱成功的话 比赛即使被淘汰 我也不难过 如果恋爱失败了 那么恋爱的苦 就会盖过淘汰的苦 而以我这个长相 你们也看得出来 我又特别擅长吃爱情的苦 对我来讲 山长吃的苦都不叫苦 那是我生活的舒适区 谢谢你们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广志 谢谢 谢谢 我最近发现 我的长相会给我带来一些困扰 当然不是丑啊 是我长得太老实了 这样很容易让我遭到一些道德绑架 就比如说 当有人问到我的择偶标准的时候 我发现我没法回答 我喜欢一个性感辣妹 大家会觉得 啊 他不是应该喜欢善良的吗 就我这个长相 只要是喜欢一个辣妹的话 我就是个坏人 我现在就特别羡慕那些 天生长得很坏的人 他们只要不骚扰辣妹 就是好人 我最近还有一个发现 就是女性越来越好看了 就为什么以前没有发现 可能是因为最近挣到钱了 敢看他们了 看完之后 我会觉得现在女性的平均颜值 比男性要高 对不对 当然这个是我为定的责任 但是看到徐志诚之后 我觉得他的责任更大 长得越差 责任越大 当然出现这个局面 不是我们男生不求上进 而是你们女生进步太快了 你就像我每次出门前照镜子 我看着我刚用洗面奶洗完的脸 再闻一闻我刚换的衣服 还散发着洗液的清香 这个时候我都会觉得 我不能再打扮了 再打扮下去就有点过分妖艳了吧 你要相信我们每个男生出门之前 都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最亮的仔 我们也是出门之后才知道 好像邻居家的狗都比我们精致 所以每当有人说我不修蝙蝠的时候 我都特别地委屈 因为那已经是我努力精修过的样子了 就那一刻我才明白 就在背后偷偷地努力 看上去毫不费力 是这个意思 但其实我们男生也有外貌焦虑 我身边最快乐的一个人 就是一个单身多年的小胖子 他是那种看见美食 比看见美女还要开心的人 完全没有身材焦虑 然后也不想着谈恋爱 但他就是快乐 就他的那种快乐 就让你感觉 就是生活拿他没有办法 就一般这种感觉生活正面对抗的人 都是我的偶像 但结果前两天我的偶像跟我说 他想减肥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他想谈恋爱 当时听到这句话 我的感受就是 我塌房了 他竟然要谈恋爱 没想到你胡子拉扯的 竟然也要取悦女性了 你跟绿茶有什么区别 你这个胡茶婊 对于压力就特别的大嘛 然后前两天就去玩了一次密室逃脱 当时去到那个地方 号称是全上海最恐怖的一个密室逃脱 但我去了之后发现装修也一般 我就问老板 你这也不恐怖呀 老板说一个人598 我说你等一会 这有一点吓人了 更恐怖的是 我去了之后才知道 那个局全是我们公司的男同事 你知道就以我现在这个年纪 遇到这种局的心态 只有一个 就白跑一趟 我觉得去鬼屋玩 一定要男女搭配一块去 因为你跟同性朋友一块去的话 进去之后就会发现 那个房间里面呀 除了恐怖 就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在里面就只能干害怕 因为在那种环境下 男生的天性就是想要保护女生嘛 比如有一个女生胆子比较小的话 我们站出来一保护她 大家就都不害怕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几个人里面呢 胆子最小的就是吴星辰 当吴星辰在里面被吓得 大喊大叫 上蹿下跳的时候 我们发现她并不能激起我们的保护欲 不仅不能激起我们的保护欲 甚至我们也想吓她一下 怎么不把你吓死呢 她当时是扎了一头脏辫进去的 进去之后她的脏辫直接被吓开了 你们可能有人见过她 她那个人怎么说 头发又长长得又丑 当时整幅画面看上去 她比那个鬼更像鬼 就每一次她在里面被吓得大喊大叫的时候 我身上都会产生一种冲动 就是我今天我要保护那个女鬼 其他人都会生成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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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广志 谢谢 谢谢 我为什么要接在徐志胜后面 我现在感觉脱骨秀太难了 但是看到志胜那么快就谈到恋爱 让我突然觉得脱骨秀值得 确实节目播出之后呢 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节目播出之后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最大的变化 就是我现在基本上每次出门 都能够被人给认出来了 现在我出门必被人给认出来 就我现在出门如果没有被人给认出来的话 我就不回家 我给自己定的任务是 每天至少要被两个人认出来 如果KPM没有完成的话 我就在地铁口加班 带似的玫瑰了解一下 然后最近我还搬家了 我刚来上海的时候 是在郊区租了一个隔断房 就那种二房东他把房子租过来之后 打了好多的隔断 客厅都会隔没了那种 你像你们现在住的起码是什么 三室一厅或者两室一厅对吧 我们家那会七室一走廊 隔音还特别差 我隔壁住了一个老太太 就每天早晨七点 她会准时放佛经 就每次把我吵醒之后 我都特别的难受 我当时就想 上海这个生活节奏是快 就佛祖来到上海七点就得上班 那时候我就特别担心 就是我们这么多屋 那个神仙他来之后 他能找得到吗 我现在就怀疑 我事业这么顺 是不是当时神仙保佑错了呀 小的时候 我印象中我奶奶也会信一些神仙 但我奶奶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 才会念叨两句 而且我奶奶信的特别的多 特别杂 我奶奶觉得信的多了 也不吃亏嘛 就等于说我奶奶是一个团粉 就是我奶奶家里供奉的 可能中间是观音菩萨 在旁边观公 然后在旁边是财神爷 就我奶奶那个信仰 你看到之后 你都得感慨 这是个什么神仙组合 但是最近呢 我就搬家了 搬家之后 周围我的朋友们 他们就问我 这广志呀 你现在搬到了 哪一个区呀 我说我搬到了舒适区 开玩笑啊 但是也确实是 穷人诈富 挣到了一些钱 接到了一些广告嘛 然后我又没有谈过恋爱 就甚至离爱情最近的一次 就是前两天拍一个广告 里面有一段感情戏 他真的找了一个 专门学表演的女生 来跟我搭戏 那个女生特别的好看 当时呢 那个导演是想要拍一个 相濡以沫的画面 结果拍出来 我站在那个女生身边 就有一种小人得志的感觉 可能是也没有见过 我这样的男主 给人家专业学表演的 整不会了 当时导演就在旁边教他 就说你要甜蜜 你要温柔 就是你得对着他撒娇 我当时一听 还要撒娇 这个戏的尺度 是不是有一点大了呀 先等一下 我这种吃惯了生活苦的人 一下子尝不了爱情的甜 后来没有办法 那个导演就让我们两个人 先对视十秒 建立一下感情 说是找一种 坠入爱河的感觉 就五分钟过去了 他还没有入戏 我当时心里就想 你到底是不是专业的呀 你怎么还没有坠入呀 我这边都快淹死了 但是我能理解他呢 就人家学了四年表演 全是帅哥美女 结果出来之后发现 生活的真相 是何广志 我都不忍心告诉他 等到明年 徐志胜来拍广告的时候 你就知道 生活是有多么残忍 而我又有多么美丽 挣到钱之后呢 我最近也开始理财了 当然我是属于那种 就啥也不懂 就跟风买基金 然后呢 我还经常会跟我的同事 昌叔 我们俩一块讨论基金知识 就是我跟昌叔 我们俩 效果文化理财界的 卧龙凤厨 就别人讨论基金 都是什么 加仓补仓 我们俩讨论 这上面显示一千七 他的意思是不是说 我挣了一千七呀 还是说就剩一千七了 他说你这是 这是不减去亏损 挣了一千七 我说我这是减去亏损 挣了一千七 他说你这是不减亏损 我们俩由于理财理念不合 就吵了起来 旁边的同事都看懵了 这两颗韭菜干什么呢 仿佛在讨论谁更好吃 就现在理财之后呢 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 我觉得这个财 他不经理 理着理着 快理没了 我现在误出来一个道理 就是你不理财 财不离开你 我现在每次打开我的基金APP之后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地铁又在向我招手了 就理着理着 快给我理回郊区了 所以大家买基金 一定要谨慎 因为基金跟我一样 它也是一朵带刺的玫瑰 那么什么可以放心大胆地买呢 当然是瓜子二手车 送车上门 试驾七天 满意了再过户 不得不说 相比较玫瑰 还是瓜子更香 谢谢你们 大家好我是广志 谢谢 看得出来 今天打扮得特别的帅 也是没有办法 因为自从那个男人来了之后 也是被迫走向了帅哥的路线 其实今天能站在走牛赛的舞台上 我觉得自己特别的幸运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之前的工作 我之前是在那个流水线上工作 但其实我那时候还是挺有钱的 当然也不是说我挣得多 是因为我没有机会花钱 就那会儿就说每天必须要穿工作服 然后管吃管住 周末也不休息 就那种感觉怎么说呢 就是你们有人坐过牢吗 就只要你的人生不自由 你的财务就自由 还有我们厂是一个小厂 只有一百多人 很多人说这也不小呀 我说我们造汽车 就是一百多人造汽车 就基本上就是每个工序 就只够分配一个人的 就只要有一个人生病了 整条流水线就得瘫痪 就离开谁都不行 这也是我当时最喜欢 这份工作的一个原因 就大家的地位都是平等的 就每一个人在团队里面都是核心 一百多个人在车间里面 谁也不服 一百多人在车间里面 都是横着走 根本走不开 然后 然后我那会儿的工作呢 主要就是装轮胎 就每次把备胎装上的那一刻 我都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 就以我的人生阅历 我觉得这个车 如果没有备胎的话 它应该不会幸福的 然后那会儿我们车间里面 是没有女工的 就全是男的 你一眼望过去 全是致胜同款斜刘海 那种 唯一的女性呢 就是统计我们工资的那个女会计 所以每次那个女会计 来发工资的时候 我们都特别的激动 就感觉 双喜临门 有时候为了能跟她说句话呢 我会故意找茬 我说你等一下 我的工资是不是发多了呀 后来一看真多发了五百块钱 那是我讲脱口秀之前第一次说话这么值钱 我当时就觉得谈恋爱好费钱呀 后来我想了一下呢 我觉得我现在能讲脱口秀 还多亏了当时厂里面没有女同事 不然的话我可能就原地结婚了 就此时此刻我可能就在家里看脱口大会 然后发一条弹幕 徐志胜真好笑 就我提了这么多志胜 大家应该也能感觉到出来 我今年的主要的压力呢 就是来自于徐志胜 就他来了之后 无论是观众还是同事 都喜欢把我俩的颜值放在一块比较 现在徐志胜都成了我的心魔了 就每次有同事从我面前走过的时候 我脑海里都会飘过一句话 就无语成北徐功 孰丑 而且总会有人把我俩给忌讳 被徐广胜笑死 最可气的是 很多人都管我叫志胜 我现在每次演出只要不好笑 我就说我叫徐志胜 我现在的心态怎么说呢 就好比是家里本来只有一只土狗 突然有一天又来了一只 除了原来那只不开心 全家人都很开心 新来的那只还是一只舔狗呢 天天在公司舔领导 有个人实在看不下去了 我就说志胜你别舔了 那个是保安 你要不先舔我 我告诉你该舔谁 然后呢志胜最近还谈恋爱了 天天在我面前炫耀 就跟我炫耀他女朋友给他买的袜子 在我面前提着裤子走路 这袜子跟衣服也不搭呀 我说可以了哥哥 这双袜子你已经炫了三天了 你现在两只脚都散发着恋爱的酸臭 你赶紧换一双袜 不然你的爱情就要冲昏我的头脑了 他不仅跟我炫耀他女朋友给他买的袜子 还给我炫耀我们老板送给他的鞋 就这个是真的伤害到我了 因为我知道如果他不来的话 那双鞋就是我的 用这种老板穿过的鞋 除了我俩没人要 但我们老板送衣服呢 也不是随便送的 基本上就是谁哄给谁 所以当前两天 庞博跟直胜他俩穿着同款的T恤 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内心特别的慌乱 那种感觉就是撞衫不可怕 谁没有谁尴尬 给庞博哥送你的件事 大家好我是广志 谢谢谢谢 确实没有想到能走到总决赛的第二轮 我现在感觉我可能要 就彻底告别我以前的生活了 所以说现在我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之前的生活 然后刚来上海的时候呢 讲的第一场透过秀只有三个观众 我这吓了台才知道 那三个观众也是我们演员带过来的朋友 就我们那时候演出 竟然出现这样的那种局面 就是今天晚上这个演出 由于观众没有档期 演不了了 刚开始就是这样 那后来就随着我们演员数量的增加嘛 我们的观众也就越来越多 就慢慢的从三个人增长到 什么五个人 六个人 七个人 这个样子 就怎么说呢 就我这么心情演下来 就什么样的小场面 我没有见过 然后呢 这个行业现在也变化越来越快 前两天我还获得了一个 中国脱口游戒 非常高的一个荣誉 而且没有人不服 就是我是中国脱口游戏 第一个从舞台上掉下去的演员 就我往前迈了一步 直接从舞台上掉下去了 那是一个特别大的剧场 我正讲着呢 什么样的小场面 我没有见过 就下去了 就直接 直接用行动证明了 大剧场却是没有见过 后排没有仔细看的观众都傻了 心想脱口游戏这么火了吗 演员都开始跳水了 那你倒是往这边传呀 人哪 前排的观众更激动 纷纷操出手机来拍照 这也太好笑了 根本没有人扶我 甚至还有一个人站起来喊 再来一个 其实呢 明星开演唱会 很多人都同舞台上掉下去过 什么陈奕迅呀 林志炫呀 都掉下去过 那为什么我们到现在才掉下去呢 就是因为我们以前 竟演小舞台了 就只有十公分高 就那都不要掉下去 就要走下去了 所以当时我掉下去的时候 我特别的开心 因为我觉得我们离明星 又更近了一步 就我往前卖了一小步 脱口秀卖了一大步 我掉下去了 脱口秀站起来了 然后我从地上站起来之后呢 我就赶紧摸我的身体 看有没有摔坏 赶紧摸脸 摸一摸周杰伦的脸 还没有摔坏了 然后我一边摸一边 还同时在想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我就想这么多人看着呢 我摔成这样 还能接着演吗 如果不能演的话 是不是需要给别人退票呀 我一想到退票 立马就好了 因为票钱我们已经花了 回家之后呢 我就去搜我当天演出的那个照片 然后我就发现 真的有人发我 趴在地上的那个照片 就那个照片看上去 真的特别的心酸 就真的特别的像 脱口演员跳水 没有人接 然后下台之后呢 我同事就关心我 就问我疼不疼 我当时快疼哭了 但我坚持说不疼 因为我知道 如果说疼的话 这就是一次舞台事故 但我说不疼的话 这就是行为艺术 就无论生活有多少苦 你只要不喊疼的话 你就是个艺术家 然后自从我掉下去之后呢 每次演出前 制作人都会跟我们强调的内容 也都变了 对别人都是 你注意你的台风 你注意你的内容 何广志你注意安全 别人演出 我怕氛围掉下去 你演出我怕人掉下去 说了这么多呢 最后我还是希望 我们能走向更多 更大的舞台 然后希望每个演员呢 都能在演出前收到一句 今天舞台太大了 你要注意安全 谢谢大家 我是何广志 谢谢 还有一个无聊的环节 不问你们了 我们这每人一个四个家票 四票全部加给周启默 谢谢 也没有 我就要给庞博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那个 每个人都可以有巅峰时刻 但是庞博一直坚持 自个儿肯巅峰 你怎么最最后 怎么说上人话了呢 因为我参加了 波多大会嘛 我也知道大家每一个感觉 现在乐得跟神经病一样 然后但是那个 也写稿的时候 也都病得跟神经病一样 所以说我觉得 能四季下来 依然还能这样 而且我跟你说 真的放弃 真的很舒服的 然后但是那个 能坚持下来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所以说我要把这票 给我们庞博 我就跟你们不一样 我投给周启默 咱俩一样 一样 因为我 说实在的 这一季因为我比较多 在家里面休息 所以我看得比较多 看得比较细 包括场外的一些采访 因为在家里看 有的时候还会 就是错过了这个地方 还会倒过去看 然后说 哦 原来是这个很好笑 所以现场看的感觉 跟不一样 我也很开心 有这样的机会 面对面地听你们来 讲脱口秀 然后那个 周启默 真的是我从上一场 现场看的时候 就是能量最大的 然后是我选他 周启默 好 周老板下一票 我想把这一票给庞博 因为我觉得周启默今天的表演 好到已经这个不差这一票 不差这一票 但是 但是 但是我并不是说 拿这一票来安慰庞博 其实 老师 万一只差这一票 我就死定了 我其实今天看这个 看这个决赛 我其实蛮感动的 因为 因为我觉得就是 就是我已经看了好几季了 就是包括这个效果 也是整个这个公司 这个命运起起伏伏 但是 你知道吗 就是这是一群 这是一群在生活着的 这个年轻人 他们除了是 脱口秀的这个演员以外 其实他们平时都是普通人 他们会经历 生活当中的这个 所有的一切 之前我们看到的 好多就是 都是离婚啥的 可是今天一上来 就是生孩子的 就是包括这个有求婚的 有结婚的 其实大家都是在一个生活当中 又把生活当中的高低起落 作为自己的这个素材 所以大家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地在成长 但是当然最后我们这个冠军 他必须是在这个成长的基础上 他得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角 一个艺术家 就是说他能够把生活 完全 完全就是 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界限 你忘记掉 就是说他已经是一个普通人 你完全被他的表演吸引 就是可能使所有 整个这个行业 包括就是热爱脱口秀的 这个这些演员朋友们 未来要追求的一个东西 所以所以这一票 我给庞博是代表这个意思 感谢前辈 感谢前辈 哎呀 那我就安慰安慰何管制 表现也没必要 没必要 我还是给 给启莫吧 我觉得 这个 包括他今天 最让我 包括我肯定相信 包括最让我们 震动的 不是他的喜剧表演 看过太多了 是他这两段的两个结尾 太感人了 第一个是为我们所有人说一句话 第二个呢 是承认了我们跟他是一伙的 谢谢秦莫 我这一票给秦莫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热爱脱口秀大会 年度继军的票数 我说实话 我第二轮被战斗的时候 特别地放松 那可能是我这一季以来 演过最放松的一场 因为我真的觉得 结果不重要 比去年开心的是 我觉得今年演的比去年好 没有什么遗憾 一上台 演员和观众 给我的那个反应 就让我一下心里有底 就一下放松了起来 就感觉玩起来了自己 138票 谢谢我 好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 何广志的名字是谁 很棒了很棒了恭喜了 恭喜广志 莫连第三名 很棒了 有请有请 广志在这一季 不知道跟许志寿有没有关系 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最后第二轮的表演 稍有不足 但我相信就像他自己说的 他已经很满意了 我们的恳求是 请您不要这么满意 明年还想看你更精彩的表演 恭喜广志 年度第三 两两句吧 其实我今天主要就是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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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可以再进步 然后我还要继续挑战自己 然后明年还要再写出 更多好的作品给大家 谢谢 谢谢广志 明年再见 谢谢 你摸一摸 摸一摸 你又有脚了 你又有脚了 就是能站在决赛的舞台上 然后你旁边全是你认可的演员 他们在欣赏你的表演 就觉得自己已经达成了脱口球的最高的成就 就是演给你最喜欢最欣赏的那些人看 那些人全是你的朋友